今年春节,刚刚上任的美国新总统特朗普 因没有和以往几件总统一样 亲自向赞美华人拜年而引起中国媒体的高度关注 有媒体刊登,绝不寻常 川普首次打破惯例,没给华人拜年的文章说 今年特朗普总统上台后一周 正好与中国今年春节 但是他忘记了给华人拜年 破了美国总统十多年的惯例 不知是何居心 该文章猜测说 这是否象征这位特立独行的怪人 对中国以及中国的春节另有看法 多家媒体纷纷转发了上述文章 也有媒体将百家中国公司 联合赞助大型广告牌 在纽约时代广场登场 用中英文为特朗普和美国人民 献上农历的新春祝福的消息作为反例 以此彰显华人气度宽广 关注相关报道的网络活跃人士吴斌认为 我觉得这个特朗普很个性 他鄙视的人他就不屑于打架道 很多国家领导人都给他通过电话了 目前为止习近平还没有 不像美国华人拜年也无可厚非 中国政府从来不像在中国的美国人 而在当地时间2月1日晚 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带着自己的女儿 前往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 恭贺中国农历新年 过去几年 伊万卡都会在Instagram上传 女儿用中文送出的新年祝福 不过查尔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吴斐认为 特朗普未拜年可能确实体现了某种意思 我更认为特朗普未来在中美关系里来讲 尤其在经贸方面引发的冲突是非常有可能的 而且是说通过没有去拜年这样的一个行动 使得中方可能会更加清晰地认识到 未来的时间内 中美的关系可能会陷入到 一个不确定问题当中 但是对于她的女儿 她的政治未来的推手来讲 伊万卡来讲 特朗普本人 她未来所执行的中美的政策 都是会非常有问题的 但是这个并不妨碍 特朗普团队和中国之间的一种合作 或者联系的这种纽带的关系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杨帆的采访报道